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支视频呢,是我们要来开启的新坑 那就是贝儿姐妹的故事 我们的贝儿姐妹的故事呢,是与一个充满悲伤和失落的家庭 他们的父母爱丽丝和马丁,是贝儿多涅古老城镇的著名驱魔人 姐妹俩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神秘和危险的环境当中 然而在三年前的一场招魂仪式中,爱丽丝和马丁双双意外身亡 于是贝儿姐妹被迫呢,搬到了祖父母的家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大姐坎蒂斯,父母亲望于长女的坎蒂斯,成为家族的守护者 她今年30岁,是一个热情成熟且坚强的人 她总是尽力在妹妹面前表现出坚强的那一面 小妹雪莉,今年26岁,是一个害羞且独特的极客 她喜欢专研科技和神秘学,性格内向但充满智慧 然而好景不长 六年后的一个夜晚,祖母玛丽安病逝前告诉贝儿姐妹 这栋老宅被鬼魂占据,虽然尽力镇压 但是鬼魂的力量过于强大 要让贝儿姐妹在祖母驱使前必须尽快搬离出来 临终前,玛丽安还告诉姐妹俩 为了以防万一,老两口在六年前的温登堡地段 还只有一栋年久失修的宅地,可以让姐妹俩搬过去居住 于是,贝儿姐妹在悲痛中带着希望前往温登堡 隐姓埋名,大姐改名为Candy,小妹改名为Snow 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新生活开启之前 贝儿姐妹决定需要先做成两件事情来更好的保证 正常的生活需求和保护自身安全 那就是整容和房屋繁星 哈喽,大家好,我们来到了温登堡 那我们现在箭头所指的地方呢,就是贝儿姐妹的住宅 那这栋住宅的大小呢,是20乘以30 这栋住宅有两层楼 那一楼呢,是贝儿姐妹的卧室和一个卫生间 那底楼呢,就是一个客厅,一个厨房,还有一个玄关 由于室外空地面积较大 那我选择将室外的空间设计成开趴运动和休闲的场所 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贝儿姐妹的原生形态 我将会以原生形态和故事背景作为基础 来重新塑造他们的整体形象 姐姐贝儿坎蒂斯热情好客 人物设计呢,就会以暖色系为主 妹妹呢,雪莉沉默寡言 所以人物设计则以冷色系为主 我们原本的Candy呢,是非常消秀的 脸部还有攀长江的既视感 先恢复到出场设置的状态吧 因为我们的贝儿姐妹是神秘学主义和魔狱的家族人设 身材就来一个妇联里面的寡姐身材吧 那这些寿司呢,就是为了整支视频不被退回 所以请大家见谅 其实多看看寿司也蛮养眼的嘛 我们把它的身材稍微拉矮一点 然后呢,让它随便穿上一件衣服 那我们就来到了捏脸的一个环节 那在我的脑海里第一个跳出的脸部轮廓呢 就是桃红在汉武大地里的形象 面如甜瓜 哦,不对不对 面如桃花 脸部圆润 桃花眼是一个key trait,key word 因为我觉得桃花眼呢 不仅仅带给人一种女性的魅惑之美 还有那股丝丝透露出想要掩人耳目的神秘感 和隐藏在背后的故事感 就是故事性特别强 有那种drama感 那贝尔坎蒂斯的背景绅士呢 绝对也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 也不是普通人是经历过的 所以她的眼神呢 是那种 嗯,琢磨不透的感觉 有隐藏的部分感觉在里面 再加上她温婉开朗的性格特质 那妆容呢 就要给予一种温暖奴穿的既视感就好 那我现在就选择了一双 类似桃花眼的眼部设计 其实可以说是60%到70%比较像啊 那我们现在就调整 微调一下 五官的这么一个位置 和形态 那我们五官就差不多选择好了 现在就是调整位置 那眉毛的选择呢 就是一定要和眼形是般配的 这样子才会好看 眉毛一调是弯弯细细的 才会比较搭配桃花眼 我们眉毛就选择这一款吧 其实我们之后加上皮肤细节 脸部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啊 但没有关系 我们先把现在的这一步给做好 那侧面其实看上去也是蛮OK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吐槽的地方 哇这个脖子 还是不要太长啦 就是原本就可以了 原本的状态还是蛮舒服的 眉毛稍微再往上调那么一点点 那我们的皮肤细节呢 是整体捏连的一个big part 我会选择一个 与我心中的形象比较相似的这么一款皮肤细节 其实这一款还是蛮好看的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其他比较相似 但是可能看上去会皮肤比较白皙一点的 这一款不错 那我们就选择这一款吧 我们的小睫毛一定要加上 还有就是眉毛离眼睛距离稍微再远一点 这样看上去性格更加的温和 而且显得比较的气宇轩昂 是长寿之相 然后呢 我们的桃花也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的明显了 算了我们还是加一点眼睫毛吧 我们的手势也是要加一下的 就是要给形象增添一种既古典又神秘又与众不同的感觉 那我们稍微再微调一下 就是无时无刻的微调一下这样子 其实我们的姐妹俩应该算是混血吧 那其实是50%的白人和50%的冬亚血统 我们的妆容加上来之后呢 就感觉气场和vibe就不太一样了 就有那种elegant, haunting, ethereal and enchanting的感觉 是那种delicate beauty,比较空灵的感觉 那发型呢 还是要加个刘海 加个刘海就感觉比较的平易近人吧 我们加一点眼袋吧 这样子更具有真实感 对于服装的选项呢 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 最重要的就是要搭配发型 要搭配他整个人的一个气质就可以了 颜色呢就是也是要舒服啦 就是日常妆嘛 因为这两姐妹会出去经常去交朋友见人啦 去探险之类的 那外套选择呢就是卡其色或者是深棕色 这样搭配他的酒红色的发型就可以了 那我们目前呢就是先设置他的日常装 睡衣还有正式装就可以了 因为我不想让这支视频的时长过长 那另外的五套服饰呢 会在今后玩游戏的过程中被展示出来 那我们这个人物设计坎蒂斯的一个主打气质是万变不利其中的 所以说也就那回事啊 就是围绕着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形容词来捏捏这个小人 工作妆容嘛稍显皮太即可 我们坎蒂斯的这么一个整体形象呢 就快要完成了 我们的贝尔坎蒂斯呢 今年30岁身高以为63 EF这一天协作 幸运色身子红色 幸运时月光时 信仰海洋之子人鱼 目前最想实现的一个愿望呢 就是调查父母的死因 保护好身边的人 保护好家人 我们的贝尔学历呢 虽然五官硬件没有姐姐的条件好 但是呢也是一个靠氛围敢吃香的离经叛道的神秘小魔女 两姐妹的气质神态相似 但妹妹的美语之间更加透露出一种清冷 无畏和坚毅的感觉 她比姐姐稍微再更销售一点吧 我们先让她穿一件衣服 我们先从五官开始入手 这个嘴型还蛮可爱的 还蛮符合她的一个性格人设的 那她的一个面部呢 要比她的姐姐更加平整一点 就没有那么的立体 那眼睛形状还是桃花眼 那毕竟是姐妹嘛 所以长相是要有相似之处的 美貌也要选择是相似的美貌 但不一定是完全要一模一样的 颜色也可以变成淡灰色 我们再来微调一下 我们家的皮肤细节之后呢 可能还会有一点改动 就是眼型方面的一些改动 现在这种状态我觉得 等我家里眼睫毛之后 然后眼妆之后再看一下 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整体效果 我喜欢这个就是眼线 还蛮有猫眼的感觉 那同样呢 一个饰品的佩戴呢 能够更好的反映出 这一个人是否classic or traditional or rebellion 那再加上她的一个嘴型 和唇彩的颜色 就使得这整个妆造 就非常很好的融进了 那整个角色的性格里面 那发型呢 也是比较的不一样啦 比较特别的发型 我会选择 服装的选择呢 符合人设计可 我会选择呢 这一套衣服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这一套衣服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我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会穿成这个样子的 但是颜色可能就是比较的偏向于米色白色 或者黑色或者灰色 她的长相确实和她姐姐有几分相似 其实我还是觉得 我整容整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吧 两个姐妹还是蛮搭调的 我们要不要来试一下蓝色的嘴唇呢 看一下哦 还挺有趣的 还挺有特色的呢 那我们的贝尔雪的一个整体装造就快要完成了 贝尔雪丽年龄26岁 身高1米67 MBTI INTJ 新作双语作 幸运色 茶金色 那茶金色也是我的幸运色之一 茶金色则通透深浅不易 游入烟气 飘移 蕴藏着非常低调的奢华 沉稳稳重的气息 被人们誉为信念和坚毅的淹没水晶 茶金能量平稳 汲取安全感 并且有减缓刷老的功效 茶水金作为护身符呢 能够吸收人体的负能量 增强佩戴着的磁场 那她的信仰呢 是使用魔法圣人幸运石 是绿马脑 目前最想实现的愿望呢 也是调查父母的死因 和家人幸福的生活下去 那大家来看一下 这两位姐妹的一个形象 基本上呢就确定了 我会把姐妹两个人的形象呢 放在左右两边 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对比图 那我们最后呢 要把两位姐妹的身高 稍微再拉矮一点 那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张 温登堡的新家 建房要求如下 由于贝尔姐妹是不得已 被迫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逃难搬迁至此地 为了迅速能够稳定生活 以至于盖房的挑战时长 必须限时在40分钟以内 祖父母留给贝尔姐妹的 全部资产 总共是22万 所以我们的建房挑战的资金呢 必须在22万以内 并且至今启用的越少越好 那第三条呢 是房屋室内设计的风格 虽然不要求凡夫的设计理念 和完全现代化的一个设计风格 但是贝尔姐妹的家庭背景呢 是与神秘学和自然有关的 再加上贝尔姐妹的家族继承职业 是驱魔救人 带着父母长辈 对姐妹俩好好生活安稳 过完人生的期许 总体室内设计呢 必须是独特雅致 和舒适 带有点神秘色彩的风格 姐姐的房间暖色调自然随和 妹妹的房间呢 是冷色调 带有科技的 因为时间紧迫嘛 所以我们的NPC房屋的结构呢 就不改动了 我们从室外开始翻新 那房屋的左侧呢 就要全部打掉 然后修缮成长方形的 一个花瓣游泳池 是我们以后开创俱乐部的 主要聚会场所之一 那其余的空地呢 我们会放置烧烤的地方 泡温泉的地方 露营的地方 花丛中可以打盾偷懒的地方 健身的各种器材 像是攀岩器材 玩花板的器材 双杠单杠等 能放置就放置上去 仰望星空的器材 如果有空间的话 也能够放置在室外 话说贝尔姐妹 为了调查父母的死因 和祖母生前 口中喃喃自语的 鬼奇小镇中查找线索 那第一步呢 就是熟悉 现在目前周围的环境 和大家都成为好麻吉 在自家的地盘上 多多邀请人们来聚餐聚会 这样才能慢慢的 从别人的口中 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嘛 我们现在来到了 室内的底楼客厅的区域 这是我们整修室内装潢的 第一步 设计概念就是明亮 典雅 古典 舒适 颜色的选择呢 会是米白色 天蓝色 黑色和白色 在照明灯上 我会选择较为古典的设计 墙片装饰除了照明灯之外呢 是我们贝尔家族的族谱 和贝尔家族早年的发源地 因为我们对贝尔姐妹 十分尊敬长辈 和思念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 客厅里必不可少的物件呢 有地巾 电视机 沙发 抱枕 置物架 咖啡桌 取暖设备 音响 DJ桌 小沙发 水果 糖果 平板 小抽屉 书本 餐盘 香水 地毯 绿制等等 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放置在画像下面的古老 具有神秘力量的音响 是我们贝尔家族 世世代代用来招魂用的秘密武器 它的声音能够被鬼魂倾听 并且附身于招魂的人 只有一种传说中的魔法 才能招回那个人的灵魂 那我们的厨房呢 也是全部打掉重建 那颜色呢 我选择了绿色的反光墙纸 和蓝白相间的地砖 有种vintage的感觉在里面 那冰箱的颜色呢 我也就选择了 比较相辅相成的薄荷绿色 餐桌和做饭用的桌椅 还是以白色米色为主 因为每天每日每夜的 需要练习魔法 接待各式各样的客人 和调查家族的招魂室 和父母离世的原因 我们的贝尔姐妹食量巨大 厨房的食物摆得满满荡荡 看上去虽然并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整洁 但十分具有生活的气息 厨房也是我们贝尔姐妹 能够稍作修整的区域之一 我把一些女孩子喜欢吃的食物呢 全部都放在了桌面上 我觉得这样子看上去 就是有一种满足感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跟我相同的感觉 但我觉得作为女生 能够看到桌面上 自己的厨房 有着非常多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吃食 我心里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我们的房屋正门呢 是独特的荧光门 具有魔法的力量 但凡是有浑浊之气的人 贝尔姐妹都能察觉得到 玄关处是我们贝尔姐妹 释放下咒的第一道防线 放置了三面镜子 一面镜子是给我们 正常人类的十一镜 其余的两面镜子 是可以照出我们原本的形态 如果你是狼人 吸血鬼魔法式人鱼 都逃不过贝尔静的眼睛 这树桌 这个房屋里的卧室和书房是一体式的 每间卧室里面有衣柜 书桌 化妆台 床铺 电脑设备 装饰品娃娃 还有女生用的一些化妆品和护肤品 两姐妹用的产品呢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贝尔雪的房间有股幽静冷酷的 魔法式的气息 同时贝尔雪善于网络黑客和写作编程 所以书桌和电脑的设备占比是比较大的 贝尔坎蒂斯的卧室兼书房 则是多数以绿纸覆盖的明亮空间 绿纸越是生机勃勃 坎蒂斯的魔法力量则是越强大 坎蒂斯房间的地毯的选择呢 则是湛蓝色的尼泰海洋 也可以在上面练习跳人鱼的舞蹈 坎蒂斯的魔力呢 是以大自然的生命力量为本 来施展开他自己的魔法力量来画皱的 所以坎蒂斯更加重视自身的社交能力 和观察表演的能力 希望成为名人 也能为家族的调查更进一步吧 卫生间的厕所配置呢 则是一个高级马桶和一个古老神秘马桶 和一个淋浴间 一楼的玄关墙面处 也放置了施语魔法的面具 这些面具呢 是小时候贝尔父母 就给贝尔姐妹随身携带的小玩具 用来保护贝尔姐妹两的安全 那我们的房屋就已经搭建好了 那我们的总共花石呢 是36分钟左右 那其实呢 这个挑战还算是比较成功的吧 那我们事后会就是来看一下 就是有哪些东西 是可用或者不可用的 然后来进行最后的一个调整 不过呢 这些时间是不算在 就是建坊挑战里面的 那现在我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室内的一个装潢 那这个就是一楼 就是贝尔学的房间 那这就是贝尔坎蒂斯的房间 那今天这支视频呢 就到这里就快结束了 那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 你们的支持 点赞评论和订阅 是我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